张艺隐瞒了这么多年的老婆原来是我们熟悉的她 提起张艺想必不少人都能想起她的不少经典作品 前两年大火的《红海行动》张艺在里面扮演一名硬汉军人 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演技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张艺是娱乐圈中不可多得的演技派 并且为人还十分低调 如今张艺隐瞒了这么多年的老婆露面 原来是我们熟悉的她 张艺出生在哈尔滨 起初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播音主持 高二那年张艺心血来潮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 没想到真考上了 可当时的她还没有毕业 牙根没办法去学校报道机会也被浪费了 第二次在考时却因为别人的各种加分政策被挤了下去 无奈之下张艺来到北京 经朋友介绍张艺进入了战友话剧团 然而令张艺没有想到的是十年文工团生涯 她被老师定一位不会演戏的人 直到张艺26岁这年 她遇到了自己演绎人生的博越康洪蕾导演 这一年她和陈思成共同参演了 康洪蕾指导的电视剧民工 但并未激起什么水花 直到出演士兵突击张艺小伙了一把 他成功塑造了班长史金 成为无数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白月光 之后张艺的戏约也渐渐多了起来 先后出演了《我的团长我的团》 生死现等 多部口碑俱佳的影视剧 2020年更是一月成为百亿票房先生 张艺彻底红了但她却并未失了本心 生活方面还是十分低调 甚至有很多影迷都不知道 她其实早已经结婚多年了 并且她的妻子还是一名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叫钱玲玲 网友都很意外隐瞒了这么多年的老婆 原来是我们熟悉的她 很多人都觉得两人很配 虽然钱玲玲嫁给她之前 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自从嫁给张艺后就忘红了张艺 而张艺也把钱玲玲当公主一样宠爱 这么多年来张艺几乎是零非文艺人 并且婚后的张艺在事业方面也越来越出色 多年来的打拼让自己在娱乐圈终于站稳了脚跟 也希望她能越来越好 对此你们怎么看的欢迎留言评论 我开始思念 走东玲玲 走 走